然後P又還有污染要賠 所以今天如果床博污染誰賠 床博污染誰賠 床博污染 我就跟你講床博污染一定是P&I 一定是P&I 知道我意思嗎 還有拖貸被拖貸也是P&I賠 補償性的契約這個不要談的 補償性契約很特別 補償性的契約就是說 我今天有跟別人特別簽了一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就是在某一種情況之下發生的時候 我就會補償你 那個叫補償性的契約 那這個補償性契約 你只要事先跟P&I報備 他會賠你 還有殘海的責任 我們不是有講過長船移除嗎 長船移除是不是有義務 那這些義務產生的費用誰賠 P&I賠 還有船上如果有發生檢疫的話 檢疫的費用也是P&I賠 知道我意思嗎 好多 好再來我們講I了 I了 I基本上就是指貨物責任 以貨物為主 所以貨物 我今天船上發生貨損 我運送人要負責嘛 對不對 誰賠 運送人對貨物的責任 像我們剛剛在講那個什麼 我們剛剛在講那個海上貨物運送 運送人對貨物的貨方的責任 他是責任他是責任保險 所以誰賠 P&I賠 好其他的我們就不談好不好 其他我們就不談 還有罰款 罰款 罰款我們剛剛講過了 因為今天有些時候 我跟你講有些比較現在好一點了 早期有些國家很不文明 很不文明 我剛剛講過 貨物短少他也罰 文件不對也罰 知道意思嗎 我剛剛不是在講那個 那個貨物貨物的時候 我們都有談過嘛 你貨品申報不實 怎麼樣都會有一些問題 因為真的很多國家 這個重量不對也罰 那個文件不對也罰 反正我找你誰 我就找你了 就找誰 就找運送人嘛 好倒霉 所以這些呢 基本上如果造成罰款的時候 I都會賠 都會賠 然後還有一些特殊的規定 就是說像這些費用 我也通通都會賠 例如 我今天可能為了進行 某一些特定的調查 賠 損耐房主及法律的費用 賠 打官司的那些律師費 賠 還有那個協會特別指示 就是說這件事情是 有些時候我們會比較謹慎一點 因為不知道這個錢 這個風險保險公司賠不賠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會問說 P&I 我們這件事情能不能做 P&I如果說 OK Go ahead Go ahead的時候 發生的費用我就找你了 這個叫特別的指示 還有最後一個叫 歐米霸史 什麼叫歐米霸史 歐米霸史 歐米霸史 這是好特別 最下面這個 歐米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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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史就讓大家知道 巴士嘛 歐米就是小一點的巴士 就代表 因為責任東西是很無限的 對不對 我剛講過全世界的責任 全世界的法律不是一樣的 有些國家比較嚴格 有些國家比較鬆 那有些國家呢 責任的範圍不穩定 不明確 那P&I你說到底要不要賠 一定會產生很多爭議 所以P&I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條款 叫歐米霸史 歐米霸史 你可以說它是一些通融條款也可以 也就是說 它可以特別以申請的方式 然後有去跟 假設這個有爭議 你就丟給P&I 那P&I它會給你協商 它會去考慮 是不是要給你一種通融的方式 來補償你 好不好 就是說有一點爭議 那原則上它會 它只要是跟你這個 船舶的所有有關 營運有關 船舶的經理有關 那他們會用通融的方式來處理 特別來處理 它是有一個這個規則的 很特別 他們白紙S都寫得很清楚 這個就是歐米霸史路爾 那有些時候 我們不叫通融條款 歐米霸史 老師有些時候 把它講成叫小巴 小巴知道嗎 香港去過嗎 就是那個小巴士 就是那個 九人做那種 比較只能載十幾個人 那種小巴士 就小巴 它不是大巴士 大巴士就是很多 可以載很多人的意思 不是 歐米霸史路爾 成功的機會不是很大 但是基本上 它還是有提供這種機制 哪些不賠 戰爭險不賠 傳你保險所保 反正一句話 其他保險保的 P&I就不保 了解 因為它的原則就是這樣子 你不能說 老師其他的保險 我都不要保 全部P&I賠 No 這邊的意思是說 你該保的 你要去保 你要保 ITC 你要保 Wall Risk 你要保戰爭保險 你要保 只要是其他保險 應該成保的 我P&I就不賠 知道我的意思嗎 很簡單 因為我保 你其他保險不保的 我想這個很特別 給大家了解 好 其他還有一些很特別的規定 這些也通通不賠 很多東西還是不賠 所以P&I它不是保所有的東西 它還是很多東西不賠 因為這些不是責任 知道我的意思沒有 它不是責任 例如 朱庸船的損失 當然不賠 壞賬的損失 要不要賠 蛤 我幫你做準 結果我倒定 倒定你知道 我倒定 我倒定 結果我租金沒付 難道我的租金損失 你也要賠嗎 不對都不用賠 那這些 給大家做了解 好不好 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很複雜 它真的很複雜 還有其他像這些 這些也都不賠 這些東西都不賠 特別專門的作業除外 這些都除外不保 你要救助 你要救助 對不起 你救助 它雖然承保救助費用 但是你要救助的時候 你要先跟P&I來講 要不然原則上 它是不會賠的 我想做參考好不好 好 P&I在公料 我們剩下23分鐘 我們要講我們的海上保險 海上保險章 高達25條 我們平均一分鐘要講一條 好嗎 海上保險 我們海上保險 給大家看一個架構 你們做參考就好了 我們126條到152條 所以有將近20幾個條文 對不對 那你如果去看它的結構的話 它第一個是補充法 補充法 海上保險為什麼要寫補充法 本法會規定的話 依照保險法是規定 一個補充法 對不對 還有就是保險契約 然後是講義務 然後講損失跟補償 其實你看到這個結構 部分跟MIA 有一點類似 MIA我們也類似這種結構 但是我們用條文結構把它列出來 那你看它的保險契約裡面 它包括了標的跟範圍 保險期間責任 免責範圍的擴大契約的中止 還有它的保險價格怎麼來定 這個MIA都有 義務裡面被保險人有什麼義務 它有裝傳通知的義務 破損的義務 危險通知的義務 損害房主的義務 保險有什麼義務 當然就是保險經給付的義務 對不對 那損失跟補償怎麼算 損失跟補償 它分為分損跟全損 全損我們知道吧 全損我們到時在講MIA的時候 有談到實際全損 推定全損 還有全損的 推定全損的時候 要進行保險委覆 這些也都有 那分損的時候就是partial loss 對不對 就是不是全損的損失 我們叫partial loss 那分損的時候它包括貨物 船舶跟運費怎麼來做 那我說好像好多好多好多 從測驗體的角度理論上來講 我不知道會不會全部考 但是如果從過去我對海上保險的了解 其實大家可能比較注意幾個點就好了 第一個點就是風險的範圍就是127 我不是跟大家畫重點 我只跟大家講是說 從一個要了解海上保險的角度 你們大概要知道的是第127 再來是第130 屬內房主 再來是尾負 尾負的話就從143到148 143到148 主要是這幾個條文 我大概要跟大家講 因為你其他的重要嗎 因為其他的我們後面要看的就是 我們再來要看的是每一個條文 我們會去評論它 我們會去跟MIA來做比較 然後會去評論它 你會發現其實我們的規定很有問題的 知道我意思沒有 而且就我的觀點 我們的海上法要適用的機會也不大 為什麼 為什麼 班代 不是不是班代 會長 為什麼 為什麼海上法適用的機會不大 為什麼海上法適用的機會不大 我們前兩三個禮拜都在講 ICC ITC 那都是什麼保單 哪一國的保單 脖子好癢喔 哪一國的保單 全部都是英國的保單 知道我意思嗎 都是英式條款 這些保單上面都有一些特徵 他都寫了 這個保險 這個保單 全部要依照英國法 英國食物來處理 這個不是我們大三的國際海事法要來上的 這是你們下學年的國際司法要解決的 知道我意思沒有 也就是說 當這個契約產生爭議的時候 基本上是要依照英國法來解決 要依照英國法來解決 相對的 相對的 我們海上法的適用的機會其實是不大的 知道我意思嗎 其實是不大的 我必須講 那並不代表我們的海上法 完完全全不會適用 真的真的會有問題 但是我只跟大家講是說 從這個角度上面 其實我們的海上保險 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去討論它 那從一個海上保險 跟一般保險法的一些相互之間的關係而言 真的比較重要的大概就是127 130 就是127就是那個城堡的範圍 130就是損害防暑條款 到142到148 這幾個條文是保險尾付 因為保險尾付是一個 雖然我們海上法上面 它尾付的概念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在海上法的海上保險裡面的 尾付是非常清楚的 它的規定是非常明確的 那這一塊就是讓大家去做了解 我覺得你們應該了解的就是這三塊 好嗎 就是這三塊 其他的要不要看 隨意啦 好不好 隨意 我只能這麼講 好補充法 關於海上保險本帳位規定者 適用保險法之規定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反正我看到這種條文 我就氣死他了 我就很生氣 知道意思沒有 我們說海上保險是保險之主 說不定的要去看 順了 你知道嗎 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比較 這好像講的比喻上有點不太對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 就像我們之前在講海上法第五條 本法規規定者 適用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 一樣的概念 好嗎 海上保險有它非常獨特的東西 你要知道 全世界 全世界 你們注意去看 你們注意去看 什麼德國 日本 什麼法國 我跟你說海上保險都另外定法 他們的一般保險法都跟你講 海上保險不在我的規法範圍之內 它在一般保險裡面全部除外 所以海上保險基本上非常明確 是有它的獨特性的 OK 所以我們只是幾其他國家的例子 因為它很清楚 它的一般保險法 一般的保險契約法 它就很清楚跟你講 我海上保險除外 海上保險除外 人家都已經在它的保險法裡面 把海上保險給除外了 結果我們台灣厲害 倒退路 知道嗎 還是保險不規定 可以適用保險法 所以就這樣子 這是相反 我只跟大家講 是說 我沒有在抨擊這個條文的意思 而是 那個概念可能大家要理解 好不好 原則上不要去試用 那你試用的結果 你真的會有一些問題 好 我們就不看了 好嗎 原則上不要准用了 好不好 契約自由了 拜託 你們再做如果不是法官 你們就尊重一下 聽老師這句話就好了 海上保險 你就跟MIA一樣 尊重契約自由 好不好 你不要動不動 就把我們的條文拿出來練 你也氣死 因為這些的規定 可能跟我們的保單的規定 不一樣 你說老師這強制規定 一定要適用 哇你咧 你就尷尬了 你知道嗎 我們問題就會浮現了 那保險標的 我剛講過一二七要看 這個要練一下 反與海上航行有關 而可能發生危險之財產權益 皆得為海上保險之標的 這是修正 因為這個字比較粗 這是上次修法的時候修正 那原則上他你看 你看 你看他的修法 他的修法理由就有寫 Protat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 P&I是不是出來了 上次修正理由 P&I在修法理由都出來了 你要知道 因為 從過去 舊的法律有沒有 的財產權益 得以貨幣估價值 皆得為保險標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以前的舊的法律 沒有辦法涵蓋P&I 所以他做了一些修正 這是第一個 不重要 老實講不重要 OK 那第二項是新增訂的 海上保險契約 這邊這是新增 第二項是新增訂的 海上保險契約得約定延展加保至陸上內河湖泊或內陸水稻之危險 這個MIA有規定 對不對 因為這邊很多貨物啊 貨物可能從內陸到內陸啊 那你說只限於海上 那內陸地方怎麼辦 所以他可以Extend也可以加保 這個沒有問題 我想這兩個條文大家做參考 OK 這大家做參考 那他們都有他們相關配套的一些情況 其實我大概跟大家講 這個不是說那個 我說我們雖然我把這一次的民國88年的現行海上法 林老師從頭罵到尾對不對 好像都還沒有公圍過的 我還是要給他公圍一下 這個每一張裡面定的最好的那一張 雖然還是有一些問題 不過大體而言定的最好的那一張叫海上保險 在嗎 我必須講 我必須憑良心講 雖然我還是有問題 但是所有的每一張裡面 大概定的還算可以看的 大概是海上保險 因為主事者是那個姚玉玲 他是過去是我們早期的那個海上保險的一個權威 所以海上保險這一塊我覺得 我覺得他還算是算是定的還算是可看的 相對於其他來講他算是不錯的 好那保險標的我們這邊就不看了 因為條文我們看過了 條文我們看過了 第16條是保險期間 這個不要理了 其實這個期間基本上是SG出來的SG保單 你看從生命截染啊 起毛截染 以氣投染及細染之時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那個SG保單時代的條文 那到現在也是在用啊 對不對 沒有沒有三條式都沒有變更 你們都奇怪怎麼保險期間怎麼會保這個 因為現在都ITC啦 ITC就是什麼 ITC基本上就是保期間了啊 期間了啊 那貨物呢 離岸 起岸 但是沒有關係 你知道就好 他可以怎麼樣 他可以extend到哪裡 路上來 沒有問題好不好 這個知道就好了 那這個條文的用語 基本上就是來自於SG policy 就是勞益師傳貨保單 好其他我們就不看了 129 這是我們城堡的事故 就是因為海上的一些事變或災害 所生的迴損面是不賠償責任 這沒什麼我們就不要談它了好不好 這是一個城堡的風險 這個沒什麼不重要 不重要 我跳過去 那因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故意 或重大過失所適的損害 因為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之故意 或重大過失所適之損害 保險人不負賠償責任 這句話有問題 我們必須要問 因為主要是代理人 知道我意思嗎 故意重大過失不賠 應該沒有問題 故意重大過失不賠沒有問題 但是代理人應該不納入進去問號 知道我意思嗎 其實這個在新的海商法裡 這個在海商法裡面 這個代理人的部分是要拿掉的 而且跟保險法有衝突 然後我們就看 133條講 保險人及要保人 及保險人或被保險人 在保險人破產時得終止契約 這個不重要 因為就是說 從一個契約法的角度 一方破產 對不對 當事人遺照不在了 當然可以終止契約 對不對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那這邊我們有一些評析 這個就不要理他 我們只看條文 然後再來是講保險價額 傳播是保險 以保險責任開始 使傳播價額及保險費為保險價額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你可以用什麼東西來當保險價額 就是保險 我們都知道嘛 就是保險標的物的市價 但是它很特別 它加上什麼 它加上保險費 就是說你的傳播的價值 再加上保險費 這兩個加起來 可以當作保險金額 好不好 這個知道嗎 保險價額 可以當作保險價額 這個做參考就好了 那保險開始時的傳播價額 基本上就是市價 這個也沒有 這個不重要 不要10倍 不要10倍 不需要10倍 貨物的保險金額 一樣 它包括裝載時地的裝貨價稅捐 應戶的運費 及保險費為保險價額 其實就是叫什麼 這個叫CIF對不對 這個叫CIF CIF 但是有沒有包括Profit 有沒有 這個叫CIF 貨物保險就是CIF 好 應得利益 應得利得的保險 貨物到達時 應有的佣金費用 及其他利得之保險 以保險實施 實際金額為保險價額 所以你要講貨物保險 CIF再加Profit的話 基本上要135加136才有 135加136 這兩個才會有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在 我們在實務上 在保貨物保險 通常是CIF再加10% 有些時候加20% 就看你的情況 那這個10%加20%就是什麼 就是它的應有利得 知道嗎 因為我貨物進口 會有利益 好 那做參考就好了 再來運費的保險 運費的保險講什麼 就是說 你其實就是風險運費 這個概念就是風險運費 那風險運費是在講 那個 運送人未經交付貨物 即不得收取的運費為之 並得以被保險人 因收取的運費 即保險費為保險價 即使就是風險運費 可以 做參考 就不要理了 再來我們看義務 義務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130 但是我們看一下130 先看132 132是裝傳通知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稱 特別的名稱 特別的名稱 你要知道一下 這好像好像有考嗎 好像沒有 那個叫Floating Policy Fl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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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ating的意思就是 浮起來的意思 浮起來的意思 Floating就是 這個東西 浮起來 浮起來的意思 Floating Policy 就叫什麼東西 国内有一些叫 叫浮动保单 有些叫开口保单 有一些不同的名称 那基本上他就是在讲 就是说我先买保险 我先买保险 但是因为我船要装哪一艘船 目前还不知道 知道我意思吗 那我先跟你买好 那等船装好之后 等知道是哪一艘船 要装上哪一艘船的时候 我再来通知你 知道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叫预约保单 我就先买一个保险就对了 但是哪一艘船 要装造哪一艘船 目前还不晓得 那这个就是这个保险的概念 所以这边保险是在讲什么 就是说我先买了 那买了保险之后 那你只要知道 有多少货装上什么船 哪一天起航 你要把这些讯息 要赶快的通知保险人 知道我意思没有 那这个你要赶快通知他 如果你没有赶快通知他 所造成的损失 他不用负责 就这样子 好吗 就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实物上的 Floading Policy 好不好 知道就好了 就是知道这个概念 好 那其他我们就不看了 危险的通知 这个 那个保险法也有 你知悉危险的危险发生之后 应该要通知保险人 就是你危险发生之后 要通知保险人 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都有批评 这不是危险 危险增加 台风来的还要通知他吗 海啸来的还要通知他吗 通知他也不会有 对不对 所以危险它只是一个状态 危险不是一个损害的事故 好 151 就是你做到货物之后 一个月不将损失 都视为无损害 因为货物保险你要知道 因为保险人也要 也要那个什么 也要保全证据 所以你货物收到之后 你如果有获损 你要赶快 因为货物你要知道 货物保险 如果有获损 保险人赔给了货主之后 保险人可以取得什么 什么权利 保险法有个什么权利 保险代位 对不对 他可以主张对谁主张 对运送人主张 知道我意思吗 他可以主张代位权利 所以你这边不可以太久 OK 这个是一个概念 好不好 这个知道就好了 好 130条 损耐房主 其实我不要讲了 损耐房主 我们MIA讲够了 MIA讲够了 知道意思吗 只是在这个地方 那损耐房主 请各位同学要跟我们保险法的33条吧 还是35条 33条 这两个条文请你们去做比较 这两个条文请你们去做比较 好吗 就这样子 这两个条文请你们去做比较 保险金额的返还 保险人在要保人之后 30天之内 要挤付保险金额 有一亿的话 要全部挤付 这样子 一年间不行使的消灭 这个没什么 好不好 这个就是要求你30天要付钱 然后这个保险法 也有类似的规定 那这边是一年 行使是一年 这个做参考就好了 好 损失 这边有一张图 这个是MIA的损失架构 其实我们当时没有秀 但是这边秀出来 损失包括Total Loss Partial Loss Total Loss 包括Actual Total Loss 跟Constructive Total Loss 对不对 Actual Total Loss 不需要维护 Constructive Total Loss 需要维护 对不对 然后呢 Partial Loss 分成Average 跟Charge Average就是什么 还损 就是有损失 它分成Particular Average 跟General Average 对不对 Charge就包括什么 包括那个 Sovage Charge 跟Particular Charge 好复杂 不要复杂 这张图 这张图 你老师也是博士论文 那个花了好长的时间 才有一个概念的 真的是有够复杂的东西 没关系 不要紧张 好 维护了 我们要看维护了 海上保险的 维护是指 被保险人 于发生 143条的维护原因之后 来啦 移转 我们讲过了 移转 移转 保险标的物的 一切权利给保险人 而请求该保险标的物 全部保险金额 是行为 对不对 这个重点 差别在这里 我只跟大家讲 这边很清楚 叫移转 英国的海上保险法 以前我很特别的 跟你们讲过 它叫什么 become entitled to take over 知道我意思吗 它不是当然移转 在MIA里面 它只是说 它只是有这个 受移转的权利而已 知道我意思吗 要不要行使 保险人还可以主张的 好不好 我想做了解 好 全损的委赴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如果海上保险 会出测验体 请大家 该出测验体 最容易出测验体的 就是这一些 船舶货物运费的 一些委赴的条件 好吗 这个地方 我只能跟你讲 你就稍微背一下 因为它最容易出测验体 就是只有这个地方 船舶被捕获 捕获知道吗 又不是鲸鱼 怎么会被捕获 这个我们开学都讲过 Capture 船舶不能修缮 或修缮费用 超过保险价额 注意一下 我们叫保险价额 知道吗 英国的MIA是 修理费超过 修理后的价值 不一样 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我们MIA其实也不一样的 失踪超过两个月 两个月要死倍 两个月要死倍 因为旧的法律是 旧的法律是四个月 以前我们都以为四个 现在变成两个月要死倍 传播被扣押超过两个月 这两个请你们都记一下 好吗 这是国考测验体 被非常容易出的 没办法 请你们死倍 请你们死倍 那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扣押的意思 是在这个地方 那做参考就好了 好吗 二 补货我们就不谈了 那一是四是 货物的违复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记了 好不好 我们时间的问题 那同样的是两个月 你们就请 这个同样要死倍一下 这是货物的违复 然后再来是运费的违复 运费的违复很简单 就是货物能够违复 运费就可以违复 就这么简单 那全损的违复呢 他讲 违复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全部为之 你不能 你不能那个 然后你不能紧就一部分为之 然后呢 违复不得付有条件 这个都不行 这个跟MIA蛮像的 然后违复的效力呢 你只要发生违复原因之起 全部都被变成保险人的 所以我们的法律规定 非常的明确 那这个明确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没有承诺之前 所有的这些措施 不得视为承诺或抛弃的违复 这个MIA有类似的规定 因为你做这个动作是不是说 或是你做了别的动作 是不是造成你不想做这个事情了 会造成这种误解 所以他做一个保留 违复的效力呢 他只要明示承诺 就不可以撤销了 就是违复你只要通出去 你不能说 哎呀 因为你违复 你又担心这个船又回来 你知道吗 你说我又要了 不行 因为你一旦违复接受的时候 已经传播所有人 已经传播的架 传播的那个所有权 基本上在我国法 已经变成谁的 保险人的 所以你不能再撤回了 好 很快就完了 两个月不行使而消灭 维护有除此期间 因为它是一个行程权 两个月 这个稍微记一下 单独海损不重要 单独海损 这边只是在跟你讲 该怎么算 该怎么算 原则上货物怎么算 就是到达时的 往好价值的比例来算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计算的方法 那变卖时候的时候怎么算 这个我是觉得不该考 不该考 考下去会害死人 那做参考就好了 那传播的单独海损 这边是比较 传播的那个分损 是用了比较严格的 它是算说分损者的计算怎么办 为修复了损失的补偿额怎么算 保险期间之内怎么算 那老师的见解 像这一些单独海损在MIA ITC我们刚不是上过ITC吗 其实它都有规定 它都有规定 那基本上要尊重契约自由 我的看法就是尊重契约自由 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办法看到契约自由的规范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就会产生增值 所以为什么要尊重契约自由的原因 好快完了 运费的单独海损 就是运费跟总运费的比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我们要看最后的是删除的条纹 这38条有几个条纹删除掉 不过不重要了好不好 这几个条纹都不重要 这些有删除了 那国口道刚事这些内容 其实我们都看过 保险标的 保险的委赴 1906年 1983年 这些我们都大致上看过了 好不好 我们就不去讲它了 今天这一条课我们有点赶 不过我们因为要把整个海上保险给上完 那还是谢谢各位同学 我们这学期的配合 这个国际海事法 它的确有点杂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从旅客运送 脱带 碰撞 残海移除 海南救助 污染 共同海损 上到今天 叫什么 海上保险 整套的 我们把它上完了 把它上完了 那还是 谢谢大家一起合作 把我们这学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